私人飞机这种东西,对普通人来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。 但对有钱人来说,那只是个特别的玩具。 最近,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飞机在伦敦史坦斯特机场展出,它价值,2.3,1英镑约新台币,89,亿元,奢华到不可思议。 所以,从外观看,这架波音,787,和普通的飞机没什么区别,但它内部比总统的座驾还要奢华。 看看这尺度超大的窗户和舒适的床,不管是休息、开会、放松还是聚会,都没有问题,不过想要体验这架飞机的人不能只买一个座位,而是要租下整个飞机。 租赁的费用更是高到离谱。 每小时约,万英镑约新台币,77,万元。 这样算来,从伦敦飞到纽约,至少要花,16,万英镑约新台币,617,万元。 这架飞机可以载,335,名乘客,内部空间约,223,平方公尺,宽阔舒服。 比如,飞机上还有浴室,机舱里也有私人空间。 关系亲密的客人可以放心休息。 工作人员和管家都有员工休息室,不会打扰到客人。 飞机飞行途中会进行客舱增压。 压力和,1800公尺。 高度相同。 这样客人到达目的地后就能神清气爽。 现在这架飞机提供了几条飞行航线。 比如从伦敦到北京,香港到洛杉矶,未来航空公司还会提供更多航线。 虽然我们没机会搭乘这架飞机,但看看也很过瘾。 把这当成目标奋斗吧。 就像人们说的,梦想还是要有的,万一实现了呢?